大家好 我是顾雀 这边是你们久违的影影 好吧 很久没有看到它了 是不是 好吧 感觉陌生吗 还好吧 你不陌生我也得陌生 哈哈 假装不舍的样子 好吧 那今天这个视频要跟大家分享 是云莹手里的这一支 微卓士的16毫米 F1.8 那前面 微卓士在一年半里面发布了 我个人超级喜欢的 13毫米F1.4 跟75毫米F1.2 这两只 超级强悍的镜头 但它们都是APS-C的镜头 那今天呢 微卓士让全画幅的用户 也可以沾沾光 来到了这支16毫米F1.8的 全画幅的 自动对焦的 超级强悍的镜头 那如果你喜欢拍摄星空的话 这支镜头简直性价比太高了 好 那作为一支全画幅的超广角 大光圈定焦来说呢 好吧 拍摄星空 应该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就是 好吧 尽管它边角处 最最边角处 还是能看到一些Coma 但是我觉得好吧 以日常Coma就是边上有个那种 会插入照片 照片里你回家看视频就知道 就是在边角处会有一些小尾巴 那理论上 如果你的镜头无敌完美好的话 在最边角的地方 也不应该有任何的小尾巴 那同时它的应用范围也是很广的 因为它是16毫米F1.8的定焦大光圈 自动对焦镜头 所以如果你要拍摄一些 好吧 极限情况下的Vlogging的话 这镜头也是好用的 那我搭配了我的ZB-E1 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测试 因为它很广嘛 然后它光圈又很大嘛 然后ZB-E1你也知道 好吧 ISO可以跳到12800 照样有超好的画质 跟A7S3或者是FX3一样 那通过这样的这个组合以后 基本确保了 你可以在任何的弱光情况下 就是说比现在晚一个小时 好吧 我继续可以使用自制镜头进行Vlogging 那ZB-E1有一个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你可以使用动态增强防抖 但是它会有画面很大的裁切 那如果你使用16毫米的话 它有足够多的空间 可以让你进行裁切 所以就是画面看上去 不会像24毫米 甚至像20毫米那么的局促 好吧 裁切过以后 依然你的头在画面的比例 也不会特别的大 那说回规格上面啊 就是据我所知 目前来讲 好吧 应该只有索尼的14毫米 F1.8G Master呢 比这支镜头更强悍 那尼康跟佳能 目前在五反阵营里面呢 据我所知是没有 跟这支镜头规格可以相媲美的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那它的画质方面的表现 我们把这个外形设计留到最后说 因为它这个外形设计真的太强了 我觉得应该是国产镜头里面 目前我用下来的 国产镜头里面表现最好的 该给的不该给的 全部都通通给你 我们先说一下画质 画质上面表现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那在F1.8的时候 光圈全开的情况 中心锐度就表现非常不错 完全可用的画质 那边角方面 当然可以有一些 可以改进的空间 那如果你是愿意收缩到F4 F5.0 F8边角画质呢 有明显的提高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需要使用F1.8的时候 它的中心锐度表现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炫光跟紫边方面表现 我觉得控制的也相当相当不错 尤其紫边方面 基本上在任何的情况下 你都很难看到紫边 我光圈全开的情况下 拍摄一些大逆光的场景 哪怕是树枝树叶这种 极其容易出现紫边的场景 基本上紫边也是不明显的 那炫光方面比较的奇特 就是如果你光圈全开的时候 其实炫光也控制的还蛮不错的 但在光圈收小的情况下 在某一些特定角度 我会看到一些比较松散 比较乱的这个星王的画面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有些测试里面 我觉得还好 但是有些角度呢 星王会看成比较的奇怪一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瑕疵 但我觉得总体来说 炫光控制表现也还不错 那接下来说一下对焦方面的表现 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 如果你使用连续追焦呢 对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在拍摄照片拍摄视频的时候 都是非常OK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对比14G Master的话 如果在一些对比度 比较不明显的情况下 我觉得对焦速度没有14G Master 那么果断跟迅速 然后有时候在对比度 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呢 对焦会出现一些迟疑跟失误 所以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下 对焦都是比较可靠的 但是在一些对比度反差度 比较小的情况下呢 对焦表现不如14G Master 那最后画质方面呢 呼吸效应是这支镜头的 我觉得设计的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 它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呼吸效应 好吧 就不管 呼吸效应就是画面的边框 会随着你对焦的远近发生改变 因为它定焦嘛 它理论上就是 框应该是框在这里就框在这里 但有一些镜头 它对的近跟对的远的时候 它的边缘会出现 就比如它本身是16毫米 有时候它会显得好像是18毫米 有时候会显得好像是14毫米 就是它会 它会好像像变焦镜头一样 动一下动一下动一下 就是我们说的呼吸 好吧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这支镜头的这个外观设计 就像我说的 这支镜头的外观设计 简直觉了你知道吗 就是高级 就两个字高级好吧 就是虽然是一支国产镜头 但是你看到它中间有一个屏幕 很抢眼的这个屏幕 就这个是只有在尼康的那些 特别高端 特别昂贵的镜头上 我才看到过的这个屏幕 但在维佐斯这支镜头上面 好吧 有一个屏幕 除了有屏幕以外 光圈环也是有的 这边有个拨片 所以你可以让它拍摄视频的时候使用无极 然后拍摄照片的时候 使用这个一级一级的调节 然后这边呢手动自动的拨片 然后这边有两个自定义按键 而且它两个自定义按键 其中这个FN2呢 可以设定你这个镜头这个对焦的这个线度 更厉害的是做一支16毫米F1.8 它前面是平的 所以你可以使用任何的滤镜 它的滤镜口径是77毫米的 那相比于G Master来说 14G Master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它比较明显的优势 就是你可以使用任何的简单基础的这种平面的滤镜 那最后呢 后面也是防尘防低的设计 而且后面是有触点的 而且后面有USB进行升级的 好吧可以 然后它这个防尘的垫圈呢 甚至都是橙色的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好吧 我们很久没见得盈盈来了 我也没让她说几句话 因为我就很着急 就是很想把我的衣服穿起来 好 记得关注一下盈盈的所有的平台 好吧 那接下来我们用这支镜头 在这里帮盈盈拍两张照片 你说可以吗 我说可以 好嘞 那我们视频的最后呢 就让我用这支16F1.8 给大家展示一下效果了 我知道有点抖 但是大家不要在意好吧 只要盈盈没有抖就可以了 有没有16F1.8 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 好吧 那感谢你们的盈盈 记得一定要关注它所有的平台 好吧 大家去关注一下 然后看一下它发的照片 跟我发的照片有什么差别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们比较喜欢它发的照片 我知道了 好吧 记得关注一下它所有的平台 我突然觉得好尴尬 你是还好吧 我觉得不尴尬 好吧 你突然害羞的什么在 不知道你一直对着我 我觉得很尴尬 我是变态的感觉 不是我们说好了 要对着你的吗 可是 最后两个人在这里吵了起来 好吧 就在这里 就结束在这里 不 我们就结束在这里 大家跟盈盈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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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こと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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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